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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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對不對 打算怎麼上片 那就是禮拜天 禮拜一禮拜四 它縫隙上啊 一次讓觀眾看個爽 看你們拍出什麼大爛片大廢片 然後我們來統計這個 要統計多久 一個禮拜就定生死了啦 一個禮拜應該就夠了 一個禮拜定生死了啦 觀看次數 按讚次數 獲勝的可以怎樣 年終Double 年終Double 之外再加上開心節目 要不要 開心節目可以不要嗎 可以啦 你今天你會贏喔 你想太多了啦 沒有人想要開心節目啊 就這麼決定了啦 就簽下去當藝人了好不好 那順便在這邊募集一下 如果這個 有優質的女孩子 想要當明星可以來 我簽下來 你不要看到女孩子 就覺得怎樣喔 小師是不敢的 但李宗敢 好 年終Double加這個 開節目 好 就這麼決定了 好 我是H大 單身43年 我的人生就是如此的 樸實且枯燥 我 伴隨著我的 不是98年的 特色 而是孤單幾那 90指匹的馬力 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 還能像那綻放的玫瑰花嗎 現在的我只剩下一生的刺 時隔多年 我窮的只剩下錢 那年我遇到了柯P 是他改變了我的人生 柯P不斷苦口婆心的勸說 並將一台Q50托付給我 從那刻開始 我走的每一步都有風 而且我帶著他鼓起勇氣去搭訕 都有人肯跟我講話了 我似乎覺得我的人生 好像又有了希望 歡迎收看 數人試車第N集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 這位特別來賓 是我們多年的好朋友 這怎麼稱呼呢 叫H大好了 叫H大好了 聽起來很H喔 很H 好那今天我們試車 試的這一台呢 是 Affinity的Q50 Q50 16年 對 那你怎麼會想要試這台車 等一下 看一下 現在幾點 怎麼那麼黑 我是等一下 隔二子貼超黑的 為什麼這車隔二子要貼那麼黑 他可能很怕被別人偷窺吧 其實這台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就在場上挑車 然後看一看就看到 欸這台車好像還蠻帥的 一切都是平感覺 那有比你那台野馬帥嗎 這樣講就不對啊 你看 我的野馬是 現在已經大部分是我的形狀 對 我不能說他不帥了 對 但這台車其實也蠻好看的 對就是 你還沒弄過他 你就覺得 還沒弄過他 還不錯 對對對 對對對 對我還沒弄過他 我現在正在弄他 未來換車的話 你可能會選這台 如果有機會換車的話 如果我不幸成為一個更無聊的人 我可能會換這台車 所以這台車對你來說 他就是一個比較無趣 也不是無趣啦 他就是因為他有四個門嘛 然後他的使用性就比較高了 然後他馬力也沒有那麼大 這一台馬力多大 它是2.0T渦輪增壓的 大概是210一匹 夠用了啦 在市區裡面 在台北市開應該還蠻夠用的 看剛剛你前一台特性 差很多 我前一台是特性 我的設定是這樣 對啊 所以你剛剛說就是你 前面是特性 我特性 大概 對啊 我不知道他幾匹耶 大概有掉100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對啦 其實都是夠用的 你如果不開快的話 但這台車有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看他想要熱血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熱血 因為他是後驅 那後驅車和一般的車 他最大的差別 在哪裡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對 比較容易滑車是不是 聽起來就比較帥 其實你慢慢開 我是感覺不太出來 因為我真的 還是輸了 還是輸了 你還是輸了 沒有 因為你要看他扭力吧 後驅車 如果你把那些什麼 有的沒有的 停機防火 那全部關掉 那真的會滿爽 滑起來 可能會滑 大腳踩應該是會滑 其實他這台車 我剛剛有看 他的輪胎好像換過 換了一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牌子這台 就不是他原廠拍就對了 對 他原廠好像是配一個 濕壓還可以繼續開的 的胎啦 但這台車好像已經換過了 所以你當初選這台來測試 就只是因為他的外觀 男人不就是外觀的動物嗎 講得沒錯吧 沒有錯 說真的啦 你這台車想要熱血 他還是可以熱血一下 一個是Personal Personal就是 他這個螢幕的一個 沒有去 他這裡可以紀錄四組 個人的使用者 所以你以後 上車編輯完 你就直接按一下 他就會變成你的樣子 譬如說你的座椅啊 是什麼位置啊 按下去他就幫你自動調好了 還有你的設定啊 看你剛開始你紀錄的時候 他是運動模式還是舒適模式 他就會按這個 他就直接幫你調好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這台車 借給有一個女生開 然後他把它弄弄弄弄弄 然後編輯 之後再裝這台車 你點一下他的那個認頭 你就可以提 我就知道他的尺寸 這台16年的啦 這放年應該已經算蠻進步的 然後就是普通 他的預設 然後還有一個是Sport 然後還有一個Snow Snow在台灣應該是用太大了 Snow是他會變四驅嗎 雪地模式 應該不是吧 應該後輪的勞力會大 應該啦我不太確定 想說他還可以後驅四驅這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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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這裡還有一個雪牛可以讓 控制螢幕上的東西 喔 就有點像賓士他們的那個選擇很大 對啦但是他我覺得有點多磁組 因為其實你方向盤也可以按 喔 對阿 就只是你可以音力的喜好 然後看你要用雪姿來的 對阿 只是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弄那麼多 多個設置 然後他有Auto hole 但不是好像不太好嗎 也不能說啦 其實要看個人習慣 有點不喜歡他 就是一直開開一管 我覺得好像很煩 然後這台車我不知道 看有沒有跟車啦 因為據說 據說他是有跟車 所以你現在在儀表板上面 也不知道喔不會害 就覺得看不到喔 其實不太想管他 業務沒有交嘛對不對 業務沒有交 業務沒有交 對對對 但我剛剛開起來 他的避震路感啊都是偏舒適 所以你過彎過機也有點 他其實還是會有一些 側襲 側襲 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推這台車了 他車頭有一點像 SUBARU的感覺喔 對啊 他當年出好像有四個版本啦 2.0T有豪華版跟旗艦版 還有另一個上面一點呢 是Hybrid的 油電混合的 價格差蠻多啦 蠻帥的 這也是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覺得 好像可以推一下這台車 蠻喜歡的 他在日本上市的型號 其實是Skylight 你知道嗎 其實跟GT-R有一些關係 所以 他裡面用的 什麼東西 沒有他只是 純粹他想要叫 他就是型號而已 就是型號想要 跟GT-R有關係 對 海外版就是Infinity Q50 先看一下引擎好了 2.0T 業務沒有交 喔業務沒有交 喔對 OK 有壓頂感面 看一下 2.0T 它是渦輪增壓 其實剛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渦輪池子的感覺 你又覺得有那種感覺嗎 就是踩了它還不會動 一般渦輪池子應該就是你踩了 然後它的動力要過一兩秒才會跑出來 沒有我剛開那台T-Sale就很嚴重了 那台 那台是池子沒有 我都認了 純粹池子 純粹池子而已 但是這顆引擎啦 蠻有趣的啦 它是用賓士引擎 你來看一下它應該是會 會有一些賓士的mark在上面 但我不太確定它這裡 看得到看不到 好尷尬的一部片 你還是H大的時候也是這樣 是嗎 有啊 這裡有賓士的 好小喔 有啦 它其實是賓士引擎 它好像有用在A250上吧 它有一些我不太確定 然後它的電腦其實在這 引擎的電腦還在這 我就覺得放這邊這麼熱這電腦 成熟的這樣 那這就要問你曾經用過它的車座 用過它的車座我不知道 幹怎麼弄 我個人啦 我個人是其實沒有很喜歡這種東西用 鍍鉻的 我不知道 就覺得它很容易就黑掉 保養又很麻煩 然後它的頭燈呢 頭燈全部幾乎都是LED 但是最好笑 你覺得它日行燈在哪裡 你擠一下 這個 錯 這個是方向燈 做得很像日行燈 它日行燈其實是這一條 這裡 這裡 這個圓弧這裡 它的方向燈其實在下面 好妙齁 但是它的燈距啊 除了方向燈以外 其他都是LED 它的方向燈是 魯素 魯素燈泡 我覺得它這個滿帥的 對啦 我不知道它原來是 這是原來的還是 我是有看外觀的時候 它是長這樣子的 所以它這應該是原廠 那應該是有小改管吧 因為跟15年的車頭又不太一樣 看一下 再來看它的空間 個人是覺得有空間都很好 因為我自己開業嘛 我後面基本上是塞不進去的 那這樣說好了 那如果是以當年你開的那一台Focus 這沒什麼好比啊 沒有好比啊 當然是這台 當然是這台 我想說你之前試休旅車 然後你還是覺得你Focus 你給了9分的評價 那台 沒有那台已經是歷史了 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經無法再打分數了 他已經無法取代 對 還是他其實已經要走路報廢 沒有沒有沒有 我捨不得報廢他 但我放在那邊 我會覺得很奇怪 不要管啊 不要管 但是他跟休旅車比一定還是他 因為你不喜歡休旅車 對 我那時候打那麼高 我也是覺得 不要惹怒廣大的休旅車車主 像我自己也是不太喜歡休旅車 就我們家就是開escape 然後我覺得看你的想法那樣 就是車的體積很大 然後在路上跑的時候 以我像這種就是 剛考駕照沒幾年的 我會覺得開休旅車 就是你左右 要看得很細心 對啦 那個是沒錯 然後還有一點 他開在我前面我覺得很煩 他開在前面有錯 我看不到他前面的情況 而且台灣大家 不能說大家 就是大部分的人 隔熱紙都推跟日台一樣的 看不到前車的狀況 然後他又開很慢 所以你開車就會火氣很大 不對 這應該是我開車的火氣 本來就很大的原因 然後不管 他的空間呢 這是我剛剛坐的位置 現在我是覺得還蠻夠的 算夠用 對 因為我很大一隻 你一八五嘛對不對 他-1好了 他頭也OK 對他的空間其實是不錯 然後呢 來看一下他的行李箱 他的行李箱呢 其實就是安著你 但是你如果鑰匙不在身邊 其實他是打不開的 啊 欸 欸為什麼有一句 阿死了 小愛為什麼在這 而且下半身的褲子沒有穿 是為什麼 小愛先去旁邊坐一下 還蠻深的 蠻深的啊 然後他這裡呢 這個是 房子 你被關在裡面 不是 被關裡面應該是這個 是這個東西 你要特寫一下 應該是這個東西 其實這兩個呢 是 分離的 後座座椅 讓他往前傾 所以你在這裡 可以往前推 後座 你的行李箱就 變很大 你要放高爾夫球 還是放什麼人 都可以 看你要放幾具 就有幾具 幾具 其實 對 欸 我以為你會延伸到前面 喔幹 可以啊 可以耶 185 放一具是 綽綽有餘的耶 喔 就這樣死在這裡 而且你剛剛 沒有到前面的時候 就是你橫躺 其實是OK的耶 至少 還可以再放個 160 小芝麻 至少可以抓兩個人 除下車的空間 是不錯 不錯 很讚 很讚 喔幹我出不去啦 出不來 卡住了 卡住了 啊 啊 然後這個畫面 有如這個卡在洗衣機 哈哈 但是呢 它這邊後座有個 蠻有趣的地方 其實它這裡有個計杯架 它挺不住耶 挺不住 挺不住也沒辦法 不許遲早都會面對 齁 其實你要從後面拿東西 可以從這個洞 喔 蠻方便的 這真的是蠻方便 但是如果東西太大 你就拿不出來 你還是要乖乖下車 打開行李箱 對 但是如果你放個零食啊什麼 不是 伸手就可以 不是 你如果把人鎖在後面 你可以從這邊 餵食它 你知道嗎 小愛你可以回去 靠 它的尾管呢 是雙粗熱 也是蠻運動 整體這個造型 是覺得還蠻帥的 整台車真的是蠻帥的 好處就是省睡 對 其實也沒有很省 但跟我的野馬比 它一定是比較省 它大概 一萬八千多 野馬是三萬八千多 其實養一台 負擔沒有那麼大 前提是和野馬相比 對啊 對嘛 但FINITY的引擎 他們品質 我覺得坐的車看品質 應該都還不錯 所以 其實不用太擔心 七海八極券 防御工事 我請大家回去吧 但是 我剛剛很有想到一件事情 雖然它標榜運動風 但是它這個年代的車 竟然沒有換到某片 讓我覺得蠻神奇 有Sport模式 對 我的車沒有Sport模式 就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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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歐耶啦 快受不了 它到底想要在車上做什麼 人各有志 沒有辦法 那如果之後換你車的話 那這一台會是你的考量主義嗎 會 其實我對INFINITY的車 好感就蠻高的 其實 其實之前 我還沒換野馬的時候 科屁一下就有推過 一台Q箱 記得沒錯的話 其實那台車也蠻好開的 然後外型也蠻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都 對INFINITY的車的好感 蠻高的啦 如果真的要換車 我一定 也是有可能 空間考量 後面可以多抓幾個 對 我野馬才已經開久了 哦 命了 兩門的累了 然後馬鈴那麼大 好像也用不到 唯一用到只有發門 對 那這樣聽起來 你對這台車的評價其實蠻高的 蠻高的啊 那如果 叫你對這台車打分數的話 你會給它幾分 滿分幾分 之前是滿分十分 然後 你對自己的Focus打了九分 那是私行 那那個7.5可能 本來會更低 所以 終於說出實話 時隔多年 本來會更低嘛 好 第一它韓國車嘛 我記得 也是啦 現代現代 然後又修理 先call call到死 那台大概 現在我打大概三分 那台是小獅選給你 對啊 他就說 你那麼討厭休旅車 那我們今天 就來測休旅車 所以這台車 會給它 8.5吧 8.5喔 那就只跟你之前的Focus差 0.5 而且你那台Focus是 有私心的 我把私心去掉 大概只有7分 第一它2.5 對一個 那時候很窮 現在也沒有說很 很有錢 就因為你沒開Vios 對 所以結論是 學會投資 不能學會投胎 沒錯 就跟你手抽一樣 有的人手抽就抽到很好的卡 對 現在手抽 SSG魔關羽 魔關羽 這太久了吧 太久了 魔關羽很久了 現在 現在有人知道魔關羽是什麼嗎 你除了這一台 你還有其他的 車選嗎 要講嗎 對 講一下吧 讓觀眾知道一下 怎樣讓他們知道會賣給我嗎 不會啊 他們知道要幹什麼嗎 讓他們知道你尬以哪一種的 然後呢 說不定會有乾爹 有人要給我嗎 好像不會有這種事情 又不是什麼阿姨 我不想努力耶 對不對 而且我已經年老色衰 已經沒有那種 已經沒有當年H大的元氣了 是 已經老又肥 過幾年搞不好又凸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先趕快把頭髮留起來 對對對 現在是這個原因 先存起來 先存一下 先存起來 那感覺好像還可以留 但是 好啦 下一台車 F150 皮卡 皮卡 可是那種車在台灣很不方便 很大多 覺得野馬在台灣方便嗎 你覺得我會在意這件事情 但是 在路邊的 如果我開皮卡 就跟當初嫌人家修旅車的運動一樣 沒關係我比它大嘛 我可以講過 最後講一下 這台車我們當初原價 我不知道它原價是多少錢 公司現在賣大概 我記得好像是開93.8吧 其實還滿貴的 價格還在我負擔不及的range 但是有能力的觀眾朋友 其實喜歡可以買的 這台車真的不錯 好喜歡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雖然已經很暗了 該訂還是訂 加入會員頻道 七百五的那個 下次見 應該不會有下次了 拜拜 那要去坐進去丟人 出去 外面17度 它這裡都有 聽說晚上會飄到40度 那你要買這樣 不要這騎車了 這台不錯喔 什麼東西切一下就好了 我這可能連石媽媽接待 都過不了 什麼東西簽一下就好了 沒有那麼難啦 拋棄你的尊嚴就好了 卡住了 小姐 小姐一個人嗎 這邊來一個 下半生的交往啊 變態走開 終於有人肯跟我說話了